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叔叔先要来做一些词汇的解释 什么是皮匠呢 我们都知道皮匠就是那个整天叮叮咚咚叮咚咚咚 在修补皮鞋做皮制品的人 那么诸葛亮又是谁呢 诸葛亮就是三国时代那赫赫有名的一位军师 平凡的皮匠和伟大的诸葛亮 怎么会碰在一起而且还相互的较劲呢 下面就由德仁叔叔来说这谚语的故事典故 这故事典故的初处是出自于三国演义 有一个人名叫做诸葛亮 他很聪明 刘备为了要请诸葛亮出来帮助他 还三次到诸葛亮所住的茅庐去拜访 专程希望诸葛亮可以出茅庐可以来帮助他 而后当诸葛亮当上了军师以后啊 也不枉费主子的信任 出了许多令人觉得很较好的点子 比方说在历史上有一些赫赫有名的战争 像赤壁之战 这诸葛亮就想了很多很棒的点子 使得东吴还有蜀国的联军啊 能够打败曹操八十三万的大军 当然当时天下人都为诸葛亮的聪明赞叹不已 最后啊 连诸葛亮自个儿也是被捧得有点飘飘然 有一次诸葛亮到东吴去做客 他为了想看看东吴有没有什么高人 有没有什么能力很强的人 他就故意替东吴的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 这座塔 塔顶高五丈 重达四十公斤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超级的大铜葫芦 那么诸葛亮把它设计好了 就看看东吴这个国家 可不可以把它造出来 哇 这下子大伙都弄住了 这么大的铜葫芦谁会做呢 如果做不出来 就证明了 东吴这个国家是很丢脸的 当然 东吴日人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诸葫芦 诸葛亮看了却是心中安自窃喜 可是啊 这个消息被城门口的三位皮匠知道了 这三个人因为长得实在很丑 所以大家就叫他们是丑皮匠 这三个丑皮匠花了三天三夜 彼此脑力激荡讨论 又几里咕噜了好久 终于想到了一个法子 他们先剪了一个大葫芦的样子 然后再用牛皮当材料 一针一线地缝成了一个模型 然后再把这个模型放入沙堆里 灌入铜水 哇 于是这个大葫芦就大功告成了 当然 这是传到了 天下最聪明的诸葛亮的耳中 诸葛亮觉得 这下糗大了 他出的难题 竟然被默默无名的皮匠给解决了 他的面子怎么挂得住呢 所以 他就把脸一沉 赶紧推说说 我有事我先走了 他就打道回府了 从此以后 民间便流传着 三个丑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亮的这句话 而这句话也用来勉励人 只要是一起团结努力 大家一条心 平凡的人一样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打倒强大的敌人 完成困难的事情 三个丑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亮 后来也有人呢 把这个丑皮匠 改作臭皮匠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好 了解了这句谚语的意思 是只要大家一起团结努力 上下一条心 平凡的人也可以克服各种的困难 那么德仁叔叔就来造个句子 小明不是自幽班的学生 但是他想参加这一次的发明比赛 小明的同学们知道了 大家决定一起集思广义帮助小明 后来小明果然在比赛中得到了名次 真可谓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小朋友们 你可学会了这句谚语了吗 期盼每一回德仁叔叔和你分享的谚语 你都可以学以致用了 我们下回见了 我是张德仁叔叔 阿珏